朋友们好,今天我们从下三路开始聊起 看过我油管频道的朋友们可能都还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专门聊下三路的事情 因为我本人是个非常好色的男人 关于过去当年语,我们就不来聊了 我们还是聊现在这些事情嘛 今天早上呢,我反复修改编辑一个视频 什么视频呢?就是讲在俄罗斯 有一个大妈呀,她老公在乌克兰打仗 当一个连长,这个小军官吧 就是去了已经差不多两年了 但是呢,已经有一年多不给家里寄钱了 也不知道生,也不知道死 这个女人呢,当然心里特别的难受嘛 一方面是缺钱 一方面呢,生理问题也没办法解决 她可能呢,就平时找一些警察,警察比较猛嘛 因为村人里头,或者城市里头男人都上前线了 就剩下一些维稳力量 警察可能还比较不错 但是,一个警察管那么多寡妇也管不过来呀 所以,精力有点不济 那个视频中,俄罗斯大妈呀,就上下全部裹着 我不敢说那个字啊 国体就追那个警察 还有警察在车里都看热闹 就追着那警车转圈圈转圈圈 我呢,就是用模糊啊,或者马赛克啊 不管怎么样,人家系统都不让过 到现在还是没有通过 现在我已经到店里来了 我那个视频在家里编辑的 我回去看看,再处理处理 是不是可以给朋友们分享一下 是特别特别幽默,特别特别好玩的 那说到下三路呢,还有件事情要聊一聊 就是我们不是说过从印度到俄罗斯有一个所谓的志愿兵吧 他就是跑过去打仗 他说以前日本侵略过印度 他爷爷啊,就是帮助印度军队打过日本 有很多日本人呢,又志愿加入乌克兰军队打俄罗斯人 所以呢,他就要帮着俄罗斯人打日本人 所以他就到乌克兰去了 完了就传出了他的死讯 当然了,就是传出他的死讯在咱们中国的很多的互联网 很多的网上啊,就是大家都讨论这件事情 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 反正好跟不好,我们就不说了吧 现在看看俄罗斯是怎么反应的 俄罗斯政府啊,最近呢,发出声明 他说是,我们查了,没有这么个人 那名字我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吗 叫什么什么瑞来着 然后呢,就是没有这样一个人 说这个人呢,是假冒俄罗斯军人发不实的消息 完了就说,他在俄罗斯军队期间 这不就前后矛盾了吗?你看他说,他不是没有加入俄罗斯军队 没有去打仗,然后又是在俄罗斯军队跟俄罗斯军人在相处 跟俄罗斯军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他还偷人家俄罗斯军人的内裤 就是他有特殊特殊的喜好,也是比较好玩的 他喜欢收集别人有各种各样的味道的那种内裤 这个话虽然听着有点离谱,其实也不离谱 你说能帮着俄罗斯打仗 帮着俄罗斯人说话的人,谁心里不肮脏啊? 就是,都是肮脏的 这是下三路,那说完下三路,我们再聊一聊 就是稍微上一点的吧 我在前面聊中国对俄对美的对外贸易的时候 有人在我国内在B站分享的视频下面留言 说是,咱们曾经呢,就是我国曾经向美国以多少万件衬衫 去换他一架飞机 等等等等的,就是特别特别的不公平 现在呢,我们自己要生产飞机,他就来卡 我们要生产汽车,他来卡,等等等等 我在这儿呢,就想说的是啥事情呢? 就是说是,其实生产衬衫并不丢人 就是,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生产衬衫 问题在什么呢?你生产不出好衬衫了 你得必须,人家从你那儿订货,把你当作一个工厂 为什么叫做世界工厂呢?你就是个车间 你不管卖,你也不管原料进口 人家就是告诉你,我要这么些东西 你给我生产好,就按照我的标准 按照我的那个,什么样的军运,什么样的材料 甚至我自己给你材料 你光出人工,光出些电力啊,等等一些资源 你用你的优势资源不是比较便宜吗? 然后你给我生产出来,我拿去卖就行了 就是,世界上很多很多的 就是,生产衣服啊,生产鞋子啊 这些厂家,还有帽子啊,这样的 其实都原来曾经一直在中国生产嘛 就是说,你生产这个并不丢人 你如果是哪一天你如果想挣钱,想多卖点钱的话 其实你完全可以自己去生产 只要你的货生价值,就是 运料比较好,然后呢,你的设计 你还基本上过得去,在国外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市场的 要知道,很多欧美的这个厂家,资本家呀 在中国去,让中国人去给他做 衣服,就是衬衫啊,鞋子啊,帽子啊 包括内衣,内裤吧 他都不是给很有钱的人准备的 都是给普通老百姓,欧美的普通老百姓 就是中下层人准备的 中下层人就是买些便宜的东西 所以呢,他才很在乎这个价格 而比较有钱的人,他们有自己的预运财分 买东西,买成衣,也是在精品店去买 大多数呢,他都是由裁缝 给他们量身定制,全世界就那么一件 所以呢,在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很多裁缝 很多就是做服装的那些人 他们的日子还是过得相当相当好的 很多人还成为了我的客户 有些人专门给身体特别肥胖的人 做衣服,做得非常的得体 有些人呢,给身体特别高挑的人 做衣服,做得特别的得体 有些人给篮球运动员做衣服 有些人呢,给冰球运动员做衣服 做鞋子等等的 他都有自己的固定的群体 稍微有点钱的,他们都是找裁缝 直接做衣服,而不是买成衣 买成衣的很有钱的人呢,都去精品店买 都去巴黎买 都去他们喜欢的那个 长期买的那个 供货商那儿去买,或者意大利去买 而不是去到一些 威尔玛呀,等等的一些 稍微价格比较低廉的店去买 就是稍微,也不算很群的人 生活一般的人吧,就是刚刚能维持生活的人就去威尔玛呀,去买一些便宜点的 再稍微日子难过的人就去二手店去买的 其实二手店里很多的衣服也是相当相当好看 只要洗干净了,穿着跟那个大商店里买的没什么区别 有很多的皮衣呀 有很多非常好的东西 甚至你如果去二手店,你买那个咱们加拿大鹅 都能够买得到,而且价格呢,差不多就是腰斩,甚至西斩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现在就在西方,我们把日本也叫做西方吧 不是也出了很多的,就是不贴牌子 然后呢,你去看着好,你买上穿就行了 这种衣服,人家也发展出了一个商家叫做无印良品 人家没有任何的牌子 人家就是东西好,信任人家 从这个店里你买上,你就放心 就是说,你如果其实对外贸易,你说你做衣服等等的 你也能够赚很多很多钱,就看你愿不愿意往好里做 有没有本事往好里做吧 我们把那个网友对我的评论再稍微延伸一下 其实在过去那么多年 人家不仅仅从你那买衣服,也不仅仅是让你做衣服 其实让你做很多很多的东西,你看 特斯拉不是在上海建厂的吗,也让你造汽车 大众啊,分田啊,很多公司都在中国设厂子 设分厂,然后合作给你转让技术,也让你生产汽车 再说飞机吧 我曾经呢,就在蒙特利尔给我们加拿大的一家飞机制造商 叫庞巴迪给他当过翻译 那我当翻译肯定是有中国人来,我才能当翻译嘛 咱们中国的什么商飞啊 等等的一些飞机企业 来跟他们洽谈业务 就是,庞巴迪的很多生产线都在中国 其中有一天生产线啊 也不知道挑战者 还是什么机型的生产线 就是四川的那个 有一家飞机制造企业 想把它引进过去 但是呢,那个庞巴迪的老板说是 工会不同意,工会说我们这 要留那么几条生产线 在这呢,顺便说到这个工会 我们也说一说吧,就是说在 我们的话题再回到什么生产内裤,内衣啊 衬衫啊,鞋子的上面去 就是这些西方资本家 他去中国,然后完成他的生产过程 其实也大大的伤害了人家欧美很多普通老百姓的利益 很多的这个做衣服的厂子,做鞋的厂子 就是这种青工业厂子 都在那很短的一段时间内 就一下子就给破产了 一下子就没工作了,那些人呢 都习惯于做那些工作 那方面他也有特长,但是做其他的都做不了 甚至生产汽车的厂商都没有了 很多家庭当时就失去了生活来源了 失去生活来源之后,男人就开始酗酒啊 就开始情绪低落啊 然后走上街流浪啊,等等的 就造成了很多很多的社会问题 所以,整个这个国家 他们呢,其实是不愿意 把他们这些工厂 外包出去,就把生产过程 外包出去让中国 他也考虑不到什么,让谁去挣钱 什么对外国好 还是对自己国家不好 他只是想着自己一家那么几口人的生活 就生活当时就无拙落了 在西方,你如果不同跨领域找工作 也是相当相当难找的 你原来本身在成衣厂里头 你一个月能挣那么差不多好几千吧 差不多四五千吧 但是你换个工作可能就挣个那么一两千块钱 你就要从头开始 就是相当相当麻烦 或者你到学校去回炉 再学一个新的技能 然后从学头开始做 都是相当相当大的挑战 都是不容易的 所以呢,你们不要想到 在九十年代末 你们的父母亲曾经经历过那个叫什么下岗 那个时候欧美很多他们家里人也都是下岗 都是一样的 你们的父母亲的下岗呢 是因为你们父母亲原来所在的那些厂家 他生产经营水平比较低 没人买他们的东西 他不得不下岗 而西方这些呢 他们生产的东西有人愿意买 但是呢,资本家嘛 我们不是骂资本家嘛 我其实是左派 就是想降低成本 然后呢,就到那边去卖 就是一种刻意的行为 所以这边的工人阶级 对资本家的仇恨 要大大的高于你们对欧美资本家的仇恨了 好了,那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 谢谢朋友们,再见 拜拜